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不用问了 你是跪着长高的 你看我可以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吗 可以 我在某一些组屋区和市区的 看到一些壁画 有些很明显的就是有主题 对 或有些很像是胡乱的那种 很像是平 我知道 我知道了 你是要问我如何分辨什么是涂鸦 而什么是街头艺术 对不对 我的天哪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什么 我也知道 你想看的是什么 来 请看 阴霾的天气阻挡不了这群年轻志愿者 来为这家戏院的三面墙壁 涂上色彩的性质 为了凸显戏院致力于推广本地电影的宗旨 这群业余的壁画高手 会将新加坡的电影历史 一幕幕地画在墙上 我们在写上上的描述 Singaporeans themselves 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创作 涂鸦或街头艺术 都可以是一种表达自我 个人甚至社会的一种途径 在不破坏公屋的前提下 能为周围环境增添艺术色彩 不就是生活中让人赏心悦目的事吗 刚才我们就看到一群年轻人 集体地在创作这个壁画 同时也看到很多公共场所的艺术品 其实新加坡的确确是有艺术气息的 对 而且我们的国家政府 也一直积极地打造新加坡 成为一个充满艺术气息 和时尚文化的都市 而且我发现到 关于一些艺术性的节目和活动 都有增加的趋势 现在就连在我们的主屋区 也可以找到艺术的踪影 由此可见 艺术已经走入了我们的生活 非常好 非常好 这里绝对不像是我们一般常见的 足楼下共用的空地 一位举世文明的画家 范高的画风 巧妙而又自然地 呈现在走廊的墙上 这些颜色分明亮丽的画作 就出自于居住在卖博生的居民 在该区的基层领袖 以及致力于推广社区艺术的 半慈善机构 Social Creatives的合作之下 许多居民参与了这个壁画的创作 Social Creatives We are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What we basically do is to make Singapore colorful both visually and emotionally So with that we nurture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our Singapore through art 比如说现在我来到这个主务区的楼下 我就发觉到 你这边的这个主角人物呢 就是范高 为什么是他呢 Vincent Van Gogh is one of the many inspirations of art itself And his artworks basically play around with two colors which are blue and yellow And these two colors are very extreme in the color palettes So similarly Social Creatives we work with very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from ITE students to primary school and kindergarten students and elderly as well So it's about these two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despite the age group coming together and make Singapore a place which is more artistic And art reaches the heart to transform Heartlander into artlander 艺术本该没有界限和任何的梳理 它可以很平实 很简单和深入明心 也能给人们带来欢笑 希望和心灵上的慰藉 这或许就是艺术的真善美 意大利亚 今天你参与了我们的生活艺术之旅 你有什么感想 从我们今天在公共场所所看到的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艺术这个字眼设定在一个框框里面 说得没错 只要我们肯打开心房去了解跟认识 我们周遭的一些艺术创作的话 一到沟通的桥梁就这样子搭建起来了 你说 对不对 当然对了 所以我说生活多之才 处处有艺术 下个星期我们再见 下个星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